林生斌状告东航 理由是东航侵犯了他的隐私 这个案件将在本月的10号 在上海再次开庭 杭州保姆纵火案 发生在2017年的6月22号 距今现在已经过去7年了 在这个案件中被烧死的人 是林生斌先生的妻子 和他的三位孩子 这个事已经过去7年了 按理说应该早就过去了 可现状是网友觉得很可疑 理由如下 第一在纵火案发生的前三个月 林生斌的妻子朱小珍 调整了公司的股权架构 自己占90% 自己的先生林生斌占10% 第二有人暗中资助 这个纵火案的保姆的孩子 在国外上学 这个资助人保密 第三这个案件发生的第二天 林生斌先生就注册了 老婆孩子在天堂的某国 理由是表达自己对孩子 和妻子的思念 案件发生以后 全国的网友都表示同情 心疼他 所以纷纷给他点了关注 紧接着呢 在2019年 他的童真一生的童装品牌 在毛宝上线了 第四 他口口声声说 心疼妻子 心疼孩子 可在2019年的时候 他官宣了自己的女友 试问一下 如果说真的 特别的心疼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的话 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走出阴影呢 这很难让人不去怀疑 第五 他老婆去世以后 网友发现 他在某一座山里面 捐了一口井 蹊跷的是 这一口井 它没有水 上面硬刻着 同真一生的字样 这本身也没什么 但是呢 一联想到 他三个孩子的名字 就让人觉得 有什么了 网上呢 也有很多的高人 去点评过这一口井 众说纷纷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第六 他和现任的妻子结婚以后 生下了一儿一女 儿子呢 叫硕硕 女儿叫暖暖 他的前妻 和三个孩子 都是在火中被烧死的 他目前一儿一女的取名 和火都有关 这也不得不让人怀疑 第七 案发以后 他说他当时在广州出差 不在现场 那刘信达导演呢 表示怀疑 他调查了所有的航空公司 发现了并没有 林生斌先生的出行记录 并且呢 他把这个通话记录 全部公布在了网上 因为这件事呢 林生斌先生把刘信达导演 和航空公司呢 告上了法庭 理由是他侵犯了自己的隐私权 那如果说没有问题 那为什么要去告呢 这个也是 让人不得不怀疑 当然了 以上都是一些怀疑的点 也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 他是希望这件事呢 能够早日真相大白 如果说林生斌先生 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希望呢 就坦坦荡荡的 坦白的告诉大家 给大家一个交代 如果说有问题 那我觉得 还是早日自首比较好 因为 我觉得你晚上闭上眼睛 应该是睡不着吧 自己应该是